第197集 突变 一阵冷风呼啸,院楼中几棵古树的叶子上大悬落下 偌大的抚摸点中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只有一道道脚步声,不急不虚地传来 像是在践踏众人的心头 这是什么手段? 一位强大的先天上人居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 众多宗室的心里发寒 自己等人居然没有看见这青年有任何动手的痕迹 你们龙虎山这么做,就不怕传出去惹人笑话吗? 三奔柳生,惊怒交加 看着北风向着自己走来 感觉到一把利剑悬浮在了头顶之上 看向了蒲羊呵斥着 这,蒲羊也有些为难了 龙虎山是龙虎山 我是我 我只不过不想看到日本人 在中国人的土地上上蹿下跳罢了 北风走到三奔柳生的面前 把刑意全经交出来吧 在他把人看到猎物的同时 谁又知道自己不是别人眼中的猎物呢 你想要刑意全经 别做梦了 我宁愿毁了它 也不会给你 三奔柳生 脸色阴晴不定 身为先天宗师 直觉灵敏 在北风的身上 感受到了深深的杀鸡 说完这句话之后 三奔柳生手中一震 就像把手中的行意全经毁去 蹭 一把金色飞剑 瞬间出现在三奔柳生的右手手腕处 一切而过 随后 飞剑在空中打了一个旋 切下了三奔柳生的脖子 这是飞剑之术 扑阳有些惊异不定 上一次飞剑的速度太快 五倍因素已经超过了先天上人的视觉捕捉 但这一次却只有三倍因素 全神贯注之下 扑阳只看到一道金芒 撕一柄巴掌大的小剑 咣当 一把价值连成的武士刀 断成了两截 刀尖处掉落在了地面上 三奔柳生的脸上 还挂着如实重负之感 却没有想到 自己这把吹毛断发的武士刀 居然被人斩断了 北风走到三奔柳生的面前 从其手中取出了行义全精 随意地翻看了一下 北风断食如获至宝 手掌一翻 灵义全精就消失在了手中 全场都是寂静 全场都是寂静 全部还沉浸在 北风十步杀一人的状态中 这杀的可不是鸡鸭 这杀的可是两位先天上人呢 众多宗师心惊胆战 先天上人 可是自己等人 一直渴求突破的境界 但现在却接连两位先天上人死在眼前 让一众宗师有些心灰意冷 原来先天上人也不安全 可得寿两百载 但前提是不被人杀 就像这两个日本人 不是一样的死翘翘了吗 但众多宗师 哪一个不是信念坚定之辈 只是一瞬间 就将这个想法抛之脑后了 想这么远做什么 突破先天重活仪式 才是当前最重要的 成就先天之后 肉身也会在先天灵气的冲刷之下 一点点变得更加强大 毫不夸张地说 一位先天上人 就算是失去了内劲 但是一身肉体的力量 也相当于横练宗师了 一缕缕的血气飘荡 但是到了镇妖井上方时 却是突然消失不见 不等丹匣子等人上前寒暄 覆摸垫中就出现了一遍 哗哗 一阵铁链搅动的声音 突兀地响了起来 听见这个声响 众多宗师纷纷寻找起来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镇妖井 不好 快离开这里 唯有扑扬与丹匣子面色大便 惊呼着施展身发远离 众多宗师摸不着头脑 不知为何两个人反应如此之大 语气之中 还夹杂着一丝丝的恐惧 玄四等人本身 就离殿门处很近 听到扑扬子两个人的大吼 第一时间就朝着店外飞奔 顺手把三个昏迷过去的倒霉蛋 带走了 众多宗师也不傻 能让扑扬这个先天巅峰都跑路的 众人也不会傻呆着 纷纷纷地朝着店外飞射而去 顺手把各家后背提着离去 这个臭小子 老子怎么会有你这么笨的孙子呢 宗师看着呆呆立在原地 不知所措的年轻人 上前就是一个暴力 然后夹着就走了 一声巨大的鸟鸣声响起 伴随着一阵阵铁链的哗啦声 整座龙虎山都四在微微颤动 一只大鸟的形象 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众人的脑海中 看不真切 但一双眸子却是充满了贫尼与霸道 一股巨大的犀利传来 已经让远远离去的众人 感觉到浑身的气血都剧烈地波动起来 似是要破体而出 玄四等人更是一大口鲜血喷出 显得有些萎靡不振 刚夹着自己的孙子 还没有来得及卖出店门的宗师 也是脸色大变 随后用尽力量 把怀中的年轻人 向着外面狠狠地一抛 自己在这股庞大的犀利之下 倒舍而回 爷爷 年轻人被一位宗师接了下来 面色苍白 就想冲回伏墨店 扑通一声 那位宗师有些不忍 一记手刀站在年轻人的脖子上 顿时年轻人无力地倒在地上 更加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一头足有百米高的巨虎浮现出来 随后一条百米长 伸得如同山岭一般的巨龙 也浮现出来 一股股的微压 充斥了整个山顶 让众多宗师的心理 产生了阵阵的恐慌 众多宗师一退再退 直到退到山脚下 才感觉好了许多 整座龙虎山都被其缠绕 一股无可匹敌的压力从天而降 一声苍凉 似乎要撕裂天地的鸣叫声响起 整座龙虎山上围绕着的白雾 瞬间被震散了 一龙一虎 盘绕在一起 冲入震妖颈之中 一道道震动 不断地从山体中传出 如同地震一般 所有人包括北风 都是傻傻地看着 这如同神话之中的一幕 在这一龙一虎的身上 北风感觉到 如同大海汪洋一般的 身不可测 随意一头凶手 都能够轻而易举地碾压自己 之间的差距是不可估量的 丹霞子 这是怎么回事 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众多宗师的心里发凉 要是自己晚一步 说不定也像那个宗师一样 被方才那股庞大的吸力 拉扯进大殿之中 用屁股想也知道 被吸扯进去的宗师 没有什么好下场 对 此事 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众多宗师 一想到自己 方才在扶摩殿中 待了几个小时 就觉得心中发寒 这完全是在 鬼门关上晃悠啊 发导致 三 对 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